肝移植是中末期肝病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 也就是说对于中末期肝病患者来说的话 肝移植是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除了肝移植以外 其他的方法没有办法使患者的疾病得到一个根治 只有肝移植可以使患者原发病得以根治 同时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 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而我们认为肝移植对于这类患者 对于中末期肝病的患者来说还是值得做的 因为肝移植它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手术 它的手术风险也比较大 而且术后的话 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很严重的并发症 同时肝移植会给患者带来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 因此对患者来说一定要适应征选择合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